今天要做的菜 其實是我個人每次去東南亞來我都很喜歡的 有點像是馬來西亞的蝦麵 但是因為我做的比較簡單 所以我的菜名叫做簡易蝦麵 那我們把貢丸切好之後香菜也準備一下 好那現在把火打開 然後把香油也放進來 裡面已經有沙拉油了 再放一點香油 它的味道會比較濃稠一點 然後就可以把紅蔥頭 切碎的紅蔥頭放進來 那不要小看這些紅蔥頭 它到時候煸出來它的香味是很迷人的 好那現在眼睛就一直盯著紅蔥頭 因為它只要差不多一兩個開始變色 你就要注意囉 因為它溫度可能上來了 然後它的水分可能已經變得差不多了 所以它可能在一瞬間會焦 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你可以明顯看到現在開始有幾個 像這些有幾個已經開始變色了 現在可以把它濾出來 不用太需要太在意說裡面的紅蔥頭 有沒有剩下一點 來然後倒一點點油進來 好蝦殼就可以進來 好那你不需要把薑煸的太多 味道太重 因為它最主要是蝦殼的味道 那很多人會講說 我們每次在煸蝦殼的時候都會說 為什麼它煸出來蝦殼有點腥味 其實很簡單它的差異性就在 你在炒這個蝦殼的時候 有沒有炒到透 因為你明顯可以知道 蝦殼它炒完之後會是香氣 但是如果每一炒是有一個腥味 找到你可以聞到它的香味 完全都是蝦子的香味 而不是那個腥味的時候就差不多了 然後鍋底會有一點殘留 類似像有點蝦膏的顏色 這個時候的蝦湯香去熬就非常棒 水從這邊放進來 不太需要熬太久 因為有時候熬太久 蝦的味道熬太多出來 反而腥味比較重一點 把蝦殼全部過濾掉 蝦湯再把它放回來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香味十足的蝦湯 供完放進來 你可以在這邊放進來 讓它慢慢去熬無所謂 現在開始燙青菜 然後等它水滾了再把油麵放進來 油麵它因為帶一點點鹼 所以說油麵我會建議你在煮的時候 要把那個麵煮到它有一點點膨 這樣的話裡面的鹼可以完全把它煮掉 那你如果擔心說它脫鹼比較沒有那麼快 你可以放點鹽進來 因為鹽可以讓這個麵脫鹼脫得比較快一點 好現在油麵已經是膨的狀態了 先把油麵撈出來 然後放到碗裡 豬菜的部分往這邊放 把火打開開到最大把蝦放進來 我們現在把蝦放進來的時候 永遠調味都是最後調味 來的鹽 然後一點點白胡椒 好蝦子熟了就可以盛盤了 最後來我們把油蔥酥都放進來 重點是這個 剛剛我們煸油蔥酥的油 記住不要忘記了 最後香菜 好這個就是一個鹽液蝦麵 扎扎實實的沒有任何雞粉味精 光靠蝦殼把湯熬出來 大家試試看 然後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艦浴蝦 我們什麼時候 感谢观看